日前有媒体报导 新竹监石乡正希宝部落神木 招人在树干上切割挖取树流 部落居民表示 之前就已经遭到盗罚 盗罚的事件是长久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是长久的事情 除了树流 林芝也遭到为了赚钱 林芝他必须要砍一棵树 负责守护这片山林的林芝菱森林警察队 设置在竹东 从竹东到正希宝查气盗罚 光车程就要两个小时 路程遥远查气不易 而盗罚林芝运送下山的道路只有一条 也就是逐六十香道 虽然在绣软检查上必须停车检查 但是由于警力不足 查气效果也有限 目前就这个是光卡 警力不足啊 我们也没办法 正希宝部落主要以农业以及生态旅游 为主要经济来源 部落族人在召开部落会议之后 决定在通往吉纳吉山 以及神木群的入口 设置关卡防止盗罚 这是往吉纳吉山 这一条也是它主要的一个路口 但是更重要 他们现在在做的是另外一个路口 我们底下就会过去 没有看到那一台怪手 它就是待命要设置关卡 既然是上帝它创造的 但我们就要好好照顾它了 因为毕竟上帝是主人 我们是管家嘛 原事新闻 五米买上新竹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